為什麼是畢竟平等 每一個人都有記住這個佛姓 你看地藏劑裡面講 關木女的母親因為享福造業 生前喜歡吃宜卵造沙葉 感到的就是短命多病 福報響盡 投生到關木女的家當悲哩之子 她只有13歲 後來她是出生三次就會說話 告訴關木女 關木女就發願救度她母親 或者她母親手抱以後 就身為犯子走上修行 再到人間修行 說命百歲 後來就最後往生極的世界 所以關木女的母親來受這個夜報 投生為關木女的悲哩之子 她雖然身分是悲哩之子 投生到悲哩 品種下賤 但是她的佛姓沒有減 不爭不減 她當患自是外道 受命百歲 走上修行之下 她佛姓也沒有變 就是這裡講的 畢竟平等 無有便利 平等就是她當悲哩之子也是這個佛性 她當外道患自也是這個佛性 畢竟平等 後來她最後往生無憂國土 那個無憂國土成佛了 她佛性恢復了 她畢竟平等 無有便利 她沒有便利 不是說當悲哩之子佛性就減一分 當外道患自的時候又減一分 到無憂國土又增加一分 沒有 不增不減 不過不盡不生不昧 所以無有便利 不可破壞 你沒有辦法破壞那個佛性的 所以你把人殺死了 你殺死他的身體 你殺不了他的靈性 他還是會討債還債的 你殺不死的 不是只有殺人 這個佛性是殺不死的 所以叫不可破壞 那 新佛眾生三無差別 我們人有佛性 蠢動還你都有佛性 你殺不死他的 我們現在講這個故事就是 佛性是不可破壞的 以前在台中三七住有兩個兄弟 有一點的冬天 兄弟倆坐在門口 看到隔壁家一隻小土狗走過來 兩個人就動了妄念 想要吃那個狗肉進捕 以斯兩人合力將小狗打死 就是殺死一隻狗 那他佛性會不會滅掉 他的靈性是不滅的 他靈性迷了以後轉成靈魂 他靈魂是會報仇的 他們兩個兄弟就合力把那個小狗 打死以後扒皮 缺肉 就吃狗肉了 大塊鬥魚 過了幾天 哥哥晚上一睡覺 就看到那隻小狗陰魂不散 小狗來找他 所以你看 靈性不滅 不可破壞 你把他殺死他的肉體 他靈性沒有被破壞 他靈性還是在 他怎麼知道是你殺他 他靈性告訴他的 那哥哥大哥 晚上一睡覺就夢之那隻小狗 陰魂不散 到了夢裡來尋仇 要來報仇 你看他已經失去了一個狗肉落底 他還是要報仇 那個懲恨心你看得到嗎 那個報復心你看得到嗎 你看不到 但是夢境當然是夢幻泡影 可是報復的心是真實的 對不對 他看那隻小狗 夢裡要來尋仇 他不得已 只好搬離開 台中 搬到高雄去 但是 我們說 照作罪業 躲得一時 躲不了今生今世 躲不了今生今世 躲不了生生世世 業力盛大 能抵昔明 能生祭海 能葬盛道 他逃到高雄 業力跟得到高雄 那個殺業他不會減少 他不會消失掉 這就是萬般僵不棄 唯有異隨身 他搬到高雄去 暫時離開那個兄弟 他認為是兄弟 兄偶的兄 一年以後 他收到家人來信 請他速速回鄉 回家以後才知道 就只有他離開家鄉以後 他的弟弟也感染 上半夜驚魂的病症 晚上做噩夢 甚至白天還寫果扒 在地上找東西吃 那個神世已經變出生到了神世了 所謂吃人家半斤 還人家八糧 你今天吃他半斤 明天還他八糧 你今天吃他半斤 明天還他八糧 他的弟弟就感染 上半夜驚魂不定 那白天會在雪果爬 在地上找東西吃 有一天呢 弟弟爬行到採訪 就是廚房 鄉下的廚房大概是大灶 都是燒木材的 當然也有現在都燒瓦斯 以前早期都是燒木材 鋤頭放在柴堆上 那一把鋤頭也是很利的 鋤頭就突然間掉下來 剛好把弟弟的頭部劈開 當場重傷去世 哥哥一看 原來是那把鋤頭 就是當年殺狗的兇器 因為他們用那個鋤頭把那隻狗殺死 一驚之下連累離家 回到高雄 結果半裂 又看到夢見這隻小狗 來找他 你往哪裡逃 並且在夢中把他全身咬傷 那隻小狗把他全身咬傷 不得已他又搬離開高雄 逃得了一死 逃不了今生今世 到台北某子 他每天晚上照樣看到小狗來心醜 他在夢中大聲呼救 童樹就被他吵醒了 大家還疑問 才知道這是縣市的殺生果報 這是縣市報了 這個就是行凶者心事裡面種下的一種 眼前便自然浮現出種種受爆的苦狀 只有可能 這兩兄弟合力把那隻小狗打死 應該是他弟弟把鋤頭打死那個小狗 他哥哥是共患 他弟弟是祖賢 這個就是 剛才我跟各位講的不可破壞 他靈性不滅 你怎麼去破壞他呢 我也是一心固明真如 那個真如自信就顯現出來的 你轉世層次的時候 恢復的這個一心 我也是一心固明真的 那個真如自信就顯現出來的